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是说 人之所以沉默 是被生活抹去了棱角 是对世界的一种妥协 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我却觉得 如果你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不想说 这不是懦弱 不是妥协 而是意味着 你看淡了很多事 看清了很多人 你变得越来越成熟 明亮而不刺眼 柔软却很有力量 把人看清 不如把人看清 年轻的时候 特别喜欢与人争辩 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遇到点芝麻大的事情 也喜欢找人诉苦 后来 慢慢长大 发现越来越喜欢沉默的感觉 不再急着与人辩驳自己的看法 逐渐明白 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经历不同 三观不同 对一件事的看法 也一定会有所不同 到同则同行一段 到不同则不相为谋 不再把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 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觉得跟谁在一起舒服 就多多交往 如果觉得累了 选择沉默 慢慢远离便是 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没必要强求自己去取悦谁 迎合谁 生活里有了苦 也不再急哄哄地找人诉苦 因为自己的苦 只有自己懂 说得多了 别人只会觉得你矫情 不如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找一件令自己开心的事情 独自疗伤 寂静欢喜 人这一生 终究会遇见许多人 而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 都有其意义 爱你的人 给你温暖与勇气 你爱的人 让你学会如何爱与分享 你不喜欢的人 教会你如何宽容和尊重 不喜欢你的人 让你学会自省和成长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有的人在这一站下车 有的人在下一站下车 能同行一程 已是莫大的缘分 当陪你的人要离开时 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 学着看清 然后挥手道别 我们都是天地间的过客 世上很多人和事 我们都做不了主 山和水可以两两相望 日与月可以毫无瓜葛 红尘末上 我们终要独自行走 看清了 人才会更快乐 把事看透 不如把事看淡 半生已过 你越来越沉默 不过是明白了 很多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想一想 就算了 于是选择了沉默 很久以前 一位国王想找一句话 这句话要让高兴的人听了难过 难过的人听了高兴 但他花了很多时间 问了很多人 都没有找到 直到有一天夜里 在梦中一位智者对他说了一句话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事事如烟 沧海桑田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没有一件事是永恒不变的 对于那些看不透的 难以放下的事情 沉默是最好的武器 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会让一切过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疯狂地喜欢上了这句话 宠辱不惊 闲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随天外云卷云书 他几乎成了我的人生真言 每当我伤心难过 被人误解 工作不顺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人生数十载 我们现在所在意的 计较的 以得的 未得的 不过是生命长河里 非常短暂的一瞬 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完全不值得我们耿耿于怀 往后余生 告诉自己 得也开心 时也淡定 看待生命中 发生的每一件事 沉默安静 浅笑安然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很喜欢在QQ空间里发表说说 或者发朋友圈 用简单的几句话 表达一些自己当时的所见所感 或者一些别人不易察觉的小心思 等到多年之后 再去翻曾经发的说说 朋友圈会觉得自己曾经的言论很矫情 恨不得全部删除 其实 这就是生活的本质 不管当初多么欢喜 在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切都会慢慢变淡 成了你生命里一段飘渺的记忆 所以 你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不喜欢在人前表现自己 越来越深刻地明白 爱过恨过 皆成经过 好事坏事 终成往事 把心放宽 把事看淡 在沉默中独享自己的小心事 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喜欢沉默 不过是因为越来越成熟 看过这么一句话 没人在乎你怎样 在深夜痛哭 也没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的 要熬几个秋 外人只看结果 自己独撑过程 等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便不会在人前矫情 四处诉说 以求宽慰 当你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不想说 应该是你越来越成熟 很多是看淡了 很多人看清了 所以 当想争变的时候 想一想 就算了 于是选择了沉默 也不再像年少的时候那样 时时想着如何融入别人的世界 年岁渐长 慢慢喜欢上安静和独处 闲来无事 给自己和家人准备一顿精致的餐点 打扫屋子 摆上自己买来的好看的小物件 戴着耳机 听着喜欢的音乐 在公园里散步 捧一本书 安静地待一个下午 如果你远远地看见一个人 端坐异渝 浅笑安然 不喧嚣 不张扬 他并没有不开心 只是觉得 沉默的状态 更舒服 一个人在聪明 也不能事事都看透 一个人在智慧 也不能人人都看懂 真正成熟的人 明白往事如流 人生最好的状态 不是避开车马喧嚣 而是在心中修离重局 往后余生 愿你不争不抢 不闹不恼 不卑不亢 沉默以对 寂静欢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越来那些让你 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能真的理解你啊 觉得去为你奉长作戏 我一直都会记得你 句话强大都忘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